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地闭上眼睛 请大家轻轻 柔柔地闭上眼睛 眼睛围张 没有紧闭 围张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在我们面前的画面 但是我们还是允许一点点的光进来 这个就是我一张 轻松地闭起来 现在我们都没有用这个肉眼来看任何画面 我们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 然后我们就舒舒服服的做 现在是大家放松的时间 是我们休息的时间 所以我们舒舒服服地做就可以了 哪一位像单盘 像散盘 或者像坐椅子 也都可以啊 只要我们感觉 只要我们感觉坐下去了 可以坐得久 不容易酸 臂 麻 痛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没有面前的感觉啊 哪里疼痛 我们可以先调一调 选择一个让我们可以坐得比较久的桌子 来打坐 然后如果坐到一段时间 哪里有酸酸 妈妈的感觉出现 我们也不需要人啊 我们还可以调整没有关系 在静坐的时候 我们就以实体跟失败为最重要的基础 实体就是觉知正念 失败就是轻松舒服的意思 这连着要并且进行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遍 全身全身的肌肉 从头顶到脚底 哪里紧绷 哪里不舒服 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 把它放轻松和 扫描一遍就好 从我们的头部 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 额头放松 额头放松 额头也跟着放轻松 每间的肌肉 每间的肌肉 也放轻松 鼻子 嘴巴 鼻子 嘴巴 如果哪一位头部有种种紧紧的感觉出现 我们也不要紧紧慢慢来慢慢调整 紧步也放松 两侧肩膀 手臂 手腕 手掌 食指 手指头 都完全 放轻松 手整个放我们也都无所谓没有关系 轻松 摄摆就可以了 胸部 腹部 背部 尤其是我们的背部 背部是一个很重要的部位 如果我们调得刚刚好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可以感到轻松舒服 而能维持着正面 正面 刚刚好的挺着就会出现这种感觉 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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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放松 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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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觉 每个人都会发现 腰部 内容 因为我们就是感觉都得好 变得很轻,很舒服,感觉就好比我们正在选择柔软的衣服一般,感到轻松,失败。 然后我们来,神呼吸,量三下,我们已神呼吸,让我们身心感到更轻松,更斯宝。 我们来,又深,又散,得吸气。 然后再慢慢,得吐气。 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得吐气。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身体的上半身就会稍微膨胀。 气的中点,是直接到腹部的中央那里。 然后当我们途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吧。 把内在的紧张。 所有的压迫感。 全部都可以排出来。 现在只剩下,现在只剩下轻松,失败的感觉而已。 我们再一次。 我们再一次,又深,又散,又散, 又散,又散, 散,又散,又散,又散。 感觉轻松。 感觉轻松。 失败。 然后我们试着想一想和我们解释。 现在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 像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 都没有任何内脏 肾脏 肾脏 肺脏等等内脏都没有 然后我们解释体内有两条直线 第一条由幽腰直传左右 另一条由肚脐直传背后 两条直线的十字交叉点 那一点小如正间一般 提高两个手指的距离 也就是如果我们把食指跟中指摆在肚脐上 连个手指的距离就是我们身体的中央点 我们可以把心来宁静定在这里 如果那一位感觉很紧张 感觉很难找到身体的中央点 也不要紧 其实我们大概大概的感觉就可以了 大概它就在腹部的中央那里就可以了 那一点就是我们心意的假 我们一整天 心跑到外面去执着人事物 然后会带给我们起起伏伏的感觉 现在我们就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到家 就是在身体的中央点这里 在这里我们可以完全地放松 我们可以完全地休息 当我们的心轻轻地碰出身体中央点的时候 就会出现柔轻地感觉 轻松 轻松 失败的感觉 好像我们正在阻挤着 柔轻地感觉 柔软的枕头一半 在这里 在这里 宁静 轻松 失败 心越静 越定 舒服感越来越增加 感觉 自在的感觉 慢慢的出现 渗透到我们整个身心 宁静 轻松 失败 宁静 轻松 失败 宁静 轻松 失败 那么现在就请大家 各自练习一下 感觉 点赞 请大家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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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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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gę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听、轻松、束缚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持悲心给一切众生 我们只要轻轻地动念我们的心 心中轻松、轻松、轻松、轻松 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身体 再扩展、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 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 无数无量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 发愿 那个众生 那个众生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 那个众生 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 愿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 彼此相爱 如同胞一样 我们也愿一切众生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 灾难、疫情 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 愿我们生生世世 生在佛化发生的接停 有清净 有清净的身、口、意 众生行善 一点恶业都不要去找 也愿我们 众生只叫善友 没有叫任何孙友 愿离一切恶人 愿离一切恶人 愿我们色身才 减才能力才圆满 方便修功德波罗蜜 也愿我们身体健康 也愿我们身体健康 享受智慧圆满 方便 修功德波罗蜜 修功德波罗蜜 早日正德内在的法神 然后我们就 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功德 供养 供养给每一种 正等正觉佛陀 每一种 披止佛 每一种 阿罗汉 供养给我们每一位 法神法门道师 有隆布祖师 隆布祖师 隆布祖师 有法圣师傅 尖老奶奶等等恩师 我们也把今天所修功德 我们也把今天所修功德 回向给我们立在祖先 以及过世的心情朋友 然后我们就各自发为山的愿 在无法议的烦文化 尖隆布祖师 埠奉佛 请问 一声 阿瑕 嘻 阿瑕 唇 俊 阿瑕 阿瑕 鑑 阿瑕 sapasoh,sapaputtanupavena,sapathmanupavena,sapasangkhanupavena,sathasotthi,pavantote. 请大家以醉发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sathu. 龙婆曾经跟我们讲过,当我们修到了功德,也要懂得使用功德. 什么意思呢?要先跟大家讲,通常我们修到了功德,功德会回报在我们生命三个方面, 就像我们每一天都发愿,就是赦财,赦财,能力财,赦财就是会让我们有 健康的身体,然后上次来就健全,有的人长得很英俊,很美丽,那钱财就是我们会 有钱财,可以过很舒适的生活,那有关能力财,我们有智慧,聪明,有各种能力,可以完成我们各种事情,各种工作。 如果我们有了这些功德的毁报之后,拿去做二业会怎样? 这个就是不懂得使用功德,人生下来,长得很英俊,很美丽,很美丽,会怎样呢? 哦,可能风流,去犯第三条纪,对吗? 如果人有钱财,却把钱花在不应当花的事情,朝二业,聪明伶俐的人可能会怎样? 哦,想到我要犯法律,可以想得比一般人还要厉害,对吗? 像要偷东西,要贪污,或者要杀人,这些聪明伶俐的人,可以想得很厉害的方法。 这个就是不懂得使用功德的人,但是聪明伶俐跟我们说,懂得使用功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要把之前所修过的功德,拿来修更多的功德,各位。 把旧的功德拿来修更多新的功德,直到功德圆满,就可以进入涅槃,或者到达法的究竟。 我们今天继续听更多案研究。 为什么十七岁的少女才会整晚都一直在闭幕? 她看到的是海鬼吗? 今天就可以听到答案了。 荣泡回答说,她看到的是流浪海鬼。 大家有听过流浪鬼对吗? 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还没办法去投胎的那些众生。 但是这个是在海里面。 所以她真的看到流浪海鬼。 我跟她说,她会活下去。 为什么她才会大大的张开眼睛,令人感到害怕? 荣泡回答说, 她因为听到她可以活下去, 她就高兴极了。 所以她张开眼睛的时候, 眼睛特别大。 而且加上, 个案研究主人那时候正在疲倦。 所以当她看到了, 就会感到特别害怕。 就这样子而已。 是否真的有水鬼水怪, 他们的生活如何? 什么也让人准事当水鬼怪? 荣泡回答说, 就是在海里面死的人, 功德没有多到可以准事到天界。 恶业也没有多到堕落恶道, 就会生在这个地方, 在水里面, 当水鬼怪。 他是否常常翻船, 就是水鬼怪是不是常常翻船, 让人死, 据说会把死人来替代自己, 是真的吗? 为什么他才会这样做? 荣泡回答说, 其实这些水鬼怪, 他是属于水叶叉的随从, 不晓得大家还记得水叶叉吗? 水叶叉是属于地层天界的一种天人, 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吗? 然后呢, 他们呢, 有在某一些区域, 有某个规定, 就是说, 如果他要去投胎, 要去准事的话, 要有人来替代他做这个工作, 就是留在这里, 替他, 他才可以准事到其他地方去, 真的有这样, 不过, 我们来看, 令人死的方法, 那, 龙佔哈启员, 如果他们的编号, 自己的方法, 但是, 他让人死的方法, 他可以这样, 他会期待, 就会看, 希望他 来替代我留在这里 就这样观想 观想 观想 然后呢 他就用神通 画出一些 让人可以抓 而服上来的 而服在海里面的那个东西 比方说 他会画出木板 会画出轮台 当生命快要到尽头的人看到 他就会放他本来抓的东西 想说 我去抓更安全的东西好了 当放了 本来自己抓的东西就会怎样 哦 原来没有那个自己所看到的那个东西 就落水而死 他就只能用这个方法 但是自己不能杀死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谁鬼怪如果去杀死人的话 他自己也有恶业 也要堕落二道 也要下地狱 他也是一种众生 各位不要忘记 然后呢 规案研究主人就问 有关他的孙女 什么功德让我的孙女聪明伶俐 其实各位应该知道了 记得吗 就是说 他常常去跟 前世的时候常常去跟 智者 就是有智慧的人交往 常常来问他们问题 而且呢 他曾经支持人 有关在教育方面 这两者是很重要的关键 然后呢 他长大之后 能来寺院当常驻八戒女吗 他如何跟团体修波罗蜜 龙泡回答说 其实他在前世的时候 他有做两个任务 第一个就是他当护法局势 另外一个就是他帮忙 红法的这个任务 有两个任务 他有这个功德 不过也要请家长 来照顾他 来照顾他的信仰心 所以不只是要靠 自己的功德 也要有三指示 来帮忙维持他的信仰心 但是他有机会做这个功德 就是当常驻的八戒女 这是今天讲的个案研究 明天就开始新的个案研究了 今晚祝福大家 祝大家身心愉快 生命光明 早日正得内在的法神 祝福大家 晚安 明晚见 明晚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安